針對行政院長蘇貞昌25日開始在院長官邸 與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林佳龍 和該黨37位議員參選人舉行便當會。 外界質疑行政部中立,蘇貞昌卻稱天驚的意義是 國民黨抨擊,蘇貞昌混淆了行政院長 與民進黨員身份的分跡。 最高行政首長竟然帶頭違反行政中立, 展現民進黨黨國部分的傲慢嘴臉。 蘇貞昌官邸辦參選人便當會。 國民黨批,黨國部分。 針對行政院長蘇貞昌25日開始在院長官邸 與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林佳龍 和該黨37位議員參選人舉行便當會。 外界質疑行政部中立,蘇貞昌卻稱天驚的意義是 國民黨抨擊,蘇貞昌混淆了行政院長 與民進黨員身份的分跡。 最高行政首長竟然帶頭違反行政中立, 展現民進黨黨國部分的傲慢嘴臉。 國民黨表示,民進黨長期以來把公家當成自家, 行政部中立的不當行為比比皆是。 桃園市長鄭文燦日前在市長官邸邀約機場工會幹部 與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林之間一同敬酒, 還有身為公務員的勞動局長吳弘國在場, 顯然是用市府資源為民進黨參選人造勢, 事後還刻意把官邸說成私宅, 更遭外界批評是掩耳盜鈴。 兩個事件同樣凸顯民進黨執政下, 官員應有的行政中立觀念早已蕩然無存。 國民黨強烈譴責蘇貞昌身為最高行政首長 卻公然違反行政中立原則。 國民黨指出,此時一開始是林佳龍陣營放出, 蘇貞昌也稱對自己政黨的候選人給予支持, 加油,是天經地義的事。 表示無論是林佳龍或是蘇貞昌, 對這種濫用行政資源的行為已經習以未嘗。 國民黨強調,蘇貞昌過去多次在國會殿堂 指責立委叫什麼叫,不要臉,吵死了。 現在又再度展現囂張嘴臉,民進黨已將黨國不分視為常態, 傲慢心態國人時難以接受,更將嚴重傷害台灣的民主政治。